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蒂 又到了旅行摄影101栏目 这个呢是一系列相机基础功能的科普指南 聊聊说明书上给您说不明白的那些相机操作方法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初学摄影时呢 大家会对曝光的参数组合特别的关注 那希望能够模仿练习 拍出类似的效果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每张照片中 标出参数的原因 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 但是呢 这些参数当中啊 其实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测光模式的设置 它呢会影响曝光产生不同的结果 也是导致您可能会使用同样的参数 却拍不出相似照片的原因之一 如果您一直被照片亮度问题所困扰 总是拍不出正确曝光的照片 那么也许今天这个视频呢 可以帮助到您 咱们来系统的分析一下 不同的测光模式都有什么特点 该在什么情况下 使用它们 测光模式的效果呢 只在自动曝光模式下才会有效 比如说光圈优先 快门优先 或者是把ISO设置为自动的时候 总之这曝光三要素当中 只要有一个参数是自动的 那么这个测光模式的选择呢 它就会影响相机最终判断的结果 给出一个不同的曝光 我呢强烈建议初学摄影的小伙伴们 从这几种自动曝光的模式开始练习 特别是拍出来照片总是曝光不正确 那说明这个曝光三要素之间的关系啊 还没有掌握好 这个时候不如让相机来帮您自动的判断一个结果 再通过练习慢慢的找到一个规律 这样呢可以在购买相机之后 第一时间快速的拍出曝光准确的照片 这其中我比较推荐的呢 就是光圈优先模式 相机的测光模式呢分别为四种 平均测光 多重测光 或者是也叫做平价测光 还有就是中央重点测光以及点测光模式 不同品牌的相机呢 它叫的名字会略有不同 也可能会出现更多更智能的模式 但是基本上就是这四种测光模式 这四种模式的区别呢非常好理解 就是指相机对画面当中测光范围面积大小的一个差别 平均和多重测光呢会对整个画面进行测光 而中央重点和点测光呢 是对照片当中局部或者是一个点来进行测光 从它一个图标样式上呢 您就可以很容易的区分和理解 方便记忆 下面呢就来分享一下我在日常使用当中 总结出来的一些小经验 平均测光模式呢会对整个画面当中 所有内容进行测光 也就是说无论拍摄的内容是什么 亮度是如何分布的 它呢总是会获得一个曝光的中间值 那如果您是在连续抓拍一系列的动作 比如说奔跑的孩子或者是小动物 那么推荐使用这个平均测光模式 它呢可以在连拍的过程当中让每一张照片的曝光比较的相近 不会出现跳动很大一会亮一会暗的一个曝光结果 还有呢就是光比大的环境 比如说白天拍摄街头 天空的曝光呢会很亮 而街道当中建筑的阴影呢是很暗的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光线对比了 那么使用这个平均测光模式呢就可以很好的平衡亮度 保留更多高光部分的细节 取曝光中间值这一特点呢让平均测光模式很适合 街拍或者是日常抓拍 多重测光或者也叫平价测光模式 同样会对整个画面进行测光 但是呢它会根据构图色彩和亮度的不同进行判断 获取一个平均的曝光值 哎这听着挺神的吧 可是它是如何判断构图的呢 主要呢就是根据咱们设置的对焦点位置 通常对焦点位置就是咱们要拍的主体 所以当使用多重测光模式的时候 相机呢它主要会参考对焦点周围的曝光 其次呢再去分析整个画面的曝光 这是它和刚才那个平均测光模式最大的区别 您看当我移动这个对焦点位置的时候 曝光结果是在不停变化的 单对焦点和区域对焦点呢都会有这个效果 而使用全屏对焦点呢就无效了 多重测光模式是我平时使用比较多的一个模式 基本上拍摄城市风光日落和延时 我都会用这个模式来拍 获得的曝光结果呢也都让我非常的满意 由于城市灯光天空和阴影在不同的构图当中 它的分布比例呢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是使用这个平均测光模式 通常得到的曝光呢要稍微的暗一点 所以在比较讲究构图的这些风光类的大场景拍摄当中呢 我认为多重测光模式会更好用 中央重点测光呢是局部测光模式 相机会主要针对画面正中间的位置来进行测光 但实际上它也会参考整个画面来进行辅助的参考 这是它和点测光最大的区别 所以只要您拍摄的对象 它是集中在这个中间的 比如说拍摄人像写真 或者拍摄建筑特写的时候 甚至是利用前景作为画框的构图 画面中间的位置通常就是咱们拍摄的重点对象 所以使用中央重点测光模式会不容易出现曝光过度 您看在这样的场景当中 平均和多重曝光由于对整个画面进行了平均值的采取 所以中间的重点位置它的曝光呢就被拉高了 导致过曝的这么一个结果 在城市的街景当中啊 由于这个中央重点的测光范围它比较了小 所以对比多重测光再加上对焦点局部采样的这么一个结果 这种模式呢它的结果会要更暗一些 非常适合于画面中央亮度和周围相差比较大的这么一个环境 那如果您使用以上两种模式发现照片中央仍然过曝 那么果断切换到这个中央重点测光模式准备催 点测光模式呢它只对画面当中大约2%的面积来进行测光 也就是最小的单点对焦点那么大一个小方块 所以呢它是所有测光模式中最有针对性测光范围最小的一个模式 点测光模式呢也是和对焦点有这个联动效果的 当使用单点对焦点的时候测光的位置就是那个对焦点的位置 对焦点移动到哪儿它就会测哪里 而其他几种大范围对焦模式呢点测光模式始终只对画面当中最中心的位置来进行测光 那么什么时候才用得上这个点测光模式呢 相信大家都看到过这样的大师级的作品 那如果想要拍出这种明与暗非常分明的照片 那么就需要使用点测光模式只对高光位置来进行测光 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黑与白颜色非常分明的时候 比如说拍摄这种小白花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使用任何一种测光的模式呢都会让这个小白花有一点曝光过度 无法保留它全部的细节 因为除了这个小白花周围树叶的颜色呢都非常的深 这个时候呢使用点测光只对小白花来进行测光 这一问题呀就会得到解决了 总之亮与暗非常分明的时候 如果只想保留亮的部分 那么使用点测光模式就对了 同理对着太阳拍摄日落剪影使用点测光 对着太阳来测光 那就可以获得这样效果的照片了 小提示 富士相机用户啊一定得关闭这个人脸识别功能 当它打开的时候 无论您选择什么测光模式 都是没有刚才说的这些效果的 我建议您在不拍人的时候啊 随手关闭人脸识别功能 可以在相机上设置这么一个快捷键 随时开关 以上呢就是四种测光模式的工作方法和使用小技巧了 那如果您还是有一些困惑不知道该怎么选 那么我呢推荐您先从多重测光模式开始用起 这样基本上就可以保证日常照片不会出错 之后呢再去慢慢的尝试其他的模式 只要前期拍摄的时候 咱们有条件可以获得比较正确的曝光值 那么就要在前期尽量做好该做的工作 不要过分的依赖相机 想着在后期再去拉曝光值 曝光不准呢是导致最终照片画质不通透 噪点多的一个根本原因 同时呢也会给后期带来很多的麻烦 所以曝光呢是初学摄影的小伙伴们最该在意的事情 别着急多练习一下就会慢慢的熟练了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蒂 希望旅行摄影101这个系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 有我在 让您在学习摄影的道路上少走弯路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